它是最明亮的 全台最明亮 氣泡Fresh 然後威士忌酸甜 復活了復活了 台南最知名的TCRC 必須得預約美酒 欸 美粉 天啊 這個非常代表台南浮沉 我們來做一趟台南的Bar Harping 但是呢 由於台南鄉親太熱情 我們下午就開一盒 人家開渠送十連抽 我呢 開渠就要送垃圾袋 出師不力齁 第一間呢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沒關係 蓮南哥會撐下去 今天我將帶你們來跑台南的 一級戰區 中西區 然後呢 我們要跑七家 對 可是呢 講到這裡大家想說 欸 台南有酒吧嗎 喂喂喂 你們那什麼天龍人的思想啊 台南不是只有美食 酒吧也特別特別的多 蓮南哥認為 比台北還適合Bar Harping 為什麼呢 守在古道小巷 就突然有一間酒吧 就會冒出一間酒吧 非常的chill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首戰就先來到了這個 位於台南圓環附近的Bar Home 你可能就想說 圓環這麼多 到底哪裡 沒關係 你自己Google 那由於今天要跑七家店呢 所以呢 我們就是快進快出 我們一進去呢 就點一杯出來喝給大家看 讓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你想說 蛤 這麼無聊喔 什麼這麼無聊喔 大恩區的酒吧 我早上 人家還沒開幕 我都拍了 你買了不是看了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點一杯 Bar Home這間呢 是由西式洋房改建的 然後這邊曾經是耳鼻喉科 所以你一進到這裡面 會發現許多的隔間 假如它更詳細呢 歡迎接下來我們會出我們的酒吧房中 裡面會有更具細靡遺的介紹 裡面的環境設施以及酒類風格 那今天呢 我點了這個 公主豆餓龍 對 它說那個龍呢 是因為它有Takira龍車籃的龍 所以呢 是Takira Base 台南酒吧比較早開的 假日六點就開了 所以它呢 做的風格會比較清爽一些 我們來試試看大師的原創調酒 嗯 好清爽喔 裡面還有立夜酒的成分的風味 立夜酒呢就是 有一杯今年調酒叫Vexper 就是福特加琴酒 然後呢用立夜酒 它就是一個白葡萄酒 然後呢浸泡的風味 裡頭呢 大家可以看那個 他們的Menu 很多取名都非常的有創意 所以大家不妨來試試看 那這一家呢 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繼續喝完 我們就緊接著去下一家 易景吧 號稱全台南最亮的酒吧 所以假如呢 你約另外一半 或是約你的朋友 想說 啊 你幹嘛 約我去一些暗暗的酒吧幹什麼 沒有 你怕他有閒話可說的話 你就約他去最亮的酒吧 Let's g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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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太危險了 又被尻了 神經病 走走走 欸 他沒有鬆 耶 乾杯 OK OK 感謝 感謝 在去易景吧的路途中呢 我們會先經過零百貨 零百貨呢 是全台灣第一間的百貨 零家的百貨 很漂亮對不對 古色古香的建築 很想進去逛 可是不行 有七家店要跑 我要跑給大家看 這樣大家來台南的時候 再不用上網查了 跟著Brennan哥哥走 七間店你先跑完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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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間呢 易景吧呢 它就位於我身後的這個 UIJ Hotel UIJ Hotel的一樓 它也算是一個 Speed Easy的酒吧 你一進去呢 你就會發現一個 類似洗眼睛的東西 你要拉 雖然呢它是最明亮的 全台最明亮 但是呢 它也走這種神秘的風格 這概念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你在跑吧 你中途發現你的另外一半 些許的有點不太對勁 你必須得看清楚它 你眼睛要差亮 記住它的模樣 表情不用太緊張 不要你不要再斷唱歌 你尷尬 好 因為呢這個疫情吧呢 九點才開 我們有點提早到了 所以我們就是第一組客人 哇 眼前一片光明 九丹初步看呢 是走一個比較經典的路線 那我剛剛看到了 因為呢 今天跑太多間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中繼站 走一個清爽的路線 所以我來點一杯John Collins好了 那我今天要一杯John Collins 感謝 氣泡 fresh 然後威士忌酸甜 復活了 復活了 感覺又可以再戰了 而且我剛剛發現它的那個 北電用這種毛玻璃的 非常的復古 喜歡 這邊的酒吧呢 走一個非常高挑的路線 所以呢 完全沒有壓迫感 而且視覺非常的明亮 然後呢 假如一個人來呢 或者幾個人 你想要安安親親的自己喝 看一下漫畫 看一下書 你可以坐那一區 一個專業的酒吧呢 你就看一下 有沒有王牌酒保這一套漫畫 好 速戰速決 緊接著第三肩爆 一塊很漂亮 感謝 好 第二間挑戰完成 剛剛喝的那一杯突然感觸很深 你知道嗎 感謝各位的陪伴支持 所以我們緊接著 要去第三家 Brenny哥哥絕對會撐下去 嗯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 蝸牛巷的巴龍里 龍里 非常的古色古香的一間酒吧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邊 有非常像合適的那種感覺的 我們來選一杯來喝 它Menu非常的有意思喔 它有分 這幾張單片的 規則跟經典調酒 那呢 他們今天有做一個活動 我要說這裡非常日式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庭院 它在戶外區 我非常喜歡做戶外區 我連去咖啡廳也喜歡做戶外區 感覺沒有拘束的感覺 那它今天有一個特別活動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沖縄的瓶 搭配了 有兩杯 一個是重的 一個是茶香的 我們就來點清爽 因為呢我今天準備要喝七杯 所以呢 我們就清爽到底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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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一定要錄這個 真的還行嗎 每家都超炸的 我覺得差不多 等一下 我等一下下一杯就要點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不是不是 我覺得下一杯就要點 LAST WORLD 遺言了對不對 我們就是差不多要斷片了 我發現越喝越清醒 完蛋了 這個 酒精中毒的跡象嗎 還是 我又開始 喝醉 在追酒 我們來喝一下這個 哇 綿密的泡沫 他說剛剛用的那個 沖縄的菌 其實我沒有存喝過 但我也不敢說可以給我試嗎 因為我今天一定會喝太多 所以我們不要亂要求這種事情 然後呢 它裡面用了蜂蜜 還有茉莉花 包種茶 我們來喝一下 哇 舒服 真的舒服 有人說喝酒可以壯膽 我們就來實驗 你知道嗎 剛才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店員 跟我說一件事情 他就說 Brandon 你等一下要離開的時候呢 可以跟我說嗎 我們可以拍一張照嗎 當然好 可是我來不及問他說 單身嗎 嗯 我現在就要乾掉這一杯 找到拍照 你們一定要幫我見證一下 然後把我錄一下 結束了 對對對 好 等一下我們應該去 我們要先去龍賴 這邊嗎 這邊 我們要去龍賴 接下來我們去龍賴 龍賴喔 對對對 好搖 好搖 呵呵呵 不敢等 不敢等 對我想說我自拍就好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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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自拍喔 好好好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喔掰掰掰掰 謝謝 好的好的好的 等等你怎麼沒有味 沒有 太害羞了 可能喝得還不夠 不要在台南講這種話 很危險 等一下就躺在地上 跟你講 真的話不能亂說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四間 Steven Bar粉絲 最熟悉的台南酒吧 Long Light Bar 在呢 我粉絲數還是很少的時候呢 他就邀請我來客座 算是我恩人酒吧之一 老闆非常的好客 大家可以往前追幾部影片 會發現呢 我很容易在這邊 不小心 神志不清 所以我到現在 我連就算我站在這邊 還沒進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腳 不停的抖 不停的抖 大家不要怕 假如呢 要來台南 要照著Brandon格格的行程呢 你可以把這一間 安排在前面一點 因為呢 假如你安排在後面一點 感覺很容易就會爆掉 所以前面呢 可以先喝 會不會第一間走這邊 然後就差不多了 沒有 確定要這樣子介紹 對 現在呢 至戀酒量還不錯的時候 歡迎來龍來爆喔 我們現在點了一杯 經典挑酒 White Lady 這個呢 非常考驗挑酒師的功力 因為材料就是2加1 Quantro Gene 然後酸 來來來 嗯 它的酸甜呢 非常的平衡 Balance 清爽 我們今天去走一個清爽路線 不然我真的走不下去 它酸下的也非常剛好 酸可以幫助微韻拉長 還要記住喔 所以這個 簡單就看得出挑酒師的功力 欸 Wenden 我們店怎麼沒有講 我 我怕 你還行嗎 還行 還行 第四 這是第四家 那還可以靠這邊笑 沒問題 你看 台南守護神 大帥 導演 我不行了 導演 現在才10點10分欸 然後還有三家 三家 OK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Loneline不管你安排在哪裡 都可能會是你的最後一站 很害怕 喔 感謝 接下來我們的第五間 可以說是台南最知名的TCRC 它連續兩屆得到亞洲前50道 這間Balance 必須得預約 對 你沒有預約呢 你看 預約已滿 你可能就進不去了 所以先做準備 先預約 好不好 但是呢 為什麼呢 今天呢 它已經很爆滿很火 有時候還要拿號碼盤 我還要介紹它呢 還不是你們 我不介紹 你又說我不專業 又說不深入台南 為什麼沒介紹TCRC 所以我還是得介紹 好不好 對不對 沒來過TCRC 跟我介紹的其他酒吧 別說你來過台南 好不好 我們剛剛點了一杯 最具代表性的 府城 這是藍母酒基底 還有什麼呢 美酒 美粉 天啊 有那個美粉味 還有什麼呢 米甜香的味道 甜而不膩 然後呢 又有那種酸度 平衡那個甜味 非常的棒 天啊 這個非常代表台南浮沉 可以呢 我已經眼神越來越不對勁了 對不對 我們還有兩間店 我們要撐下去 我們待會呢 下一間吧 就是 簡單 Easy 還沒有醉 我告訴你喔 我們現在在劍橋大飯店 你考不上劍橋 但你可以住吧 台南呢 也非常適合八號餅的原因 其中一點就是 非常多宵夜 我們剛剛說我們要跑七家嘛 對不起 好像撐不住了 淡載麵算一家 淡載麵算一家 好不好 大家原諒我 欸 這邊他們說什麼 六十年老店 全台南最貴的淡載麵 但是 喔好吃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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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喔 你不要說你沒時間健身 就連你在喝酒的時候 也可以健身 有沒有 台南任何東西 這有沒有像提招選手 我們不要鬧了 趕快繼續走 哈哈哈哈 終於到了最後一家 我們的Moon Rock 這一間呢 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而且呢 它的設計呢 是由本市製造所設計的 大家想說 蛤 那是什麼製造所 我來講一個大家耳熟能想的 它就是 沾季火鍋的設計 假如大家進去呢 可以注意一些小細節 因為還有一些燈光的設計呢 都可以看出我們這間店的老闆 阿廖的小巧思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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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到最後一間了 Moon Rock 非常的棒 非常的chill 這邊的色機真的很美 而且它用的那個色調 而且大台的高度呢 非常的剛好 做得非常的舒服 我剛剛就點了一杯 什麼叉叉雞 這一杯非常的特別 它用的是什麼 哇沙比的元素去做的調酒 而且還有小黃瓜 所以一定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們有做澄清 所以呢 人家可以看到透明的 對 啊澄清 我有錄一個影片喔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還有 還有薑 剛剛說還有加透明水 好棒喔 它是保留 哇沙比的香氣 但是那個辣度沒有 就非常的 有層次 你喜歡 在這邊 可以打開 你呢